由北加州台湾工商会与世台基金会联合主办的 2016台湾爱飞扬国际文化教育慈善交流巡演活动 将于7月31号下午3点在金山湾区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举行 此次巡演活动是在非洲创办的国际非盈利组织ACC 所选拔的17位9岁至18岁年龄不等的非洲孤儿们 他们利用暑假飞越千山万水来到美国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所带来的感恩演出 世台会林贵湘会长表示 这次来的小孩子呢他从9岁到17岁 而且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才能够到国外来跟大家分享 他们在非洲他们生活都所学习到的 那这次我相信来的观众呢也会很很惊奇的 这些小孩子他讲的是国语唱的台语歌曲 青眼目睹的看这些非洲的孤儿们 他们是孤儿们能够这么优秀 所以请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谢谢 孩子们借由非洲歌舞表演 中华武术国胎语歌曲的演唱来表达他们的感恩之心 同时也展现了ACC在非洲慈善教育 以及中华文化弘扬方面的具体成果 感恩之旅的节目主要是以孩子们在非洲ACC学习的基础为素材 演出地道的非洲歌舞台湾歌谣 校园名歌以及少林功夫等值得大家期待